欢迎收看全球排行榜之亚洲美食排行榜 这一期为你准备了韩国十大美食 韩国人对自己的饮食是非常讲究的 一直都有五味五色的说法 五味指的就是甜酸苦辣咸 而五色指的就是红白黑绿黄 特点非常鲜明 那喜欢看韩剧的朋友一定也对韩国料理不陌生了 其中最熟悉的应该就是烤肉和炸鸡了吧 但韩国其实还有非常多好吃的美食 你认识的有哪些呢 而关于韩国料理倒听途说的五花八门 真正具代表性的美味料理又是哪些呢 面对那么多的种类 又有哪些美味是万万不可错过的呢 这一期亚洲台就带您盘点韩国十大美食 赶快看看您的口袋名单里有哪几样成功上榜吧 第十名 年糕 年糕是韩国人常吃的零食 它就类似于西方糕点 以米为主要原料制造而成 其中还可以放入各种杂骨 蜡子 大枣或水果 那有些韩国人还会加入艾草 南瓜等各种材料 制作成各种各样的糕 各种材料制作的香甜可口的年糕 口味各不相同 在一百多种种类中挑着吃也是一种乐趣和享受 在韩国 年糕是在宴会或生日 祭祀等日子里是必不可少的食品 韩国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如面包房的年糕店 在小型超市里都可以买到 那进入年糕专卖店 到处都是漂亮到舍不得吃的年糕 搭配上传统饮料一桶享用 味道更是一绝 那还有少不了万千少女最爱的辣炒年糕 相信大家在吃韩国餐时都会点上这一道辣炒年糕 那一尝当个韩国女主角的滋味 第九名 海鲜葱饼 韩国三面环海 海鲜料理丰富 其中最受韩国人欢迎的要使用大葱 蔬菜 海鲜等为材料 拌上面粉 鸡蛋 在平底锅上放上油做成的海鲜葱饼 那和用新鲜的鱼切成薄片直接使用的生鱼片 还有用吃完的块做成的微辣鱼汤等都很有名 那海鲜葱饼作为孩子们的零食和大人的下酒菜 深受喜爱 特别是东东酒和海鲜葱饼可以说是绝配啊 第八名 冷面 冷面是在小麦粉里参入少量绿末制作而成的面条 放上薄皮肉 那黄瓜 梨和其他蔬菜和鸡蛋做蹭托 将牛肉长时间煮成汤 受凉后浇上制作而成 那冷面除了上述介绍的水冷面之外 还有代表性的用辣椒酱和各种材料 混合做成的微辣拌面 那在拌面的基础上放入碟鱼块就成了快冷面 那将冷面的汤换成萝卜泡菜汤的话 就成了萝卜泡菜冷面 那过去在冬天吃冷面的比较多 现在主要都是在夏天吃哦 第七名 生鸡汤 那生鸡汤是将童子鸡洗干净后 剖开肚子放入人参 大早粘米等 那加上适量的盐调味之后 放在水里煮熟的夏季健康饮食 韩国人在汉流霞背身体虚弱的言下 有靠着吃生鸡汤来补充体力的传统 韩国人喜欢在夏天喝人参鸡汤 他们认为在炎热的夏天 喝人参鸡汤可以以热自热 对身体有很好的效果 那人参鸡汤的选材也是非常严格的 一般上都会使用童子鸡 因为即便经过了长时间的熬煮 童子鸡的肉质也不会因此变硬 依然入口即化 人参鸡汤的鸡肉软嫩滑爽 鸡汤鲜香味浓郁 散发着浓浓的人参味 有些药店还使用各种韩番药材 炖出味道独特 更加滋补的人参鸡汤 第六名 炸酱面 那炸酱面在韩剧中的出现频率 可以说是非常高 那然而虽然韩式炸酱面 和中国的炸酱面有很大的区别 但在韩国人眼里 炸酱面还是一种中式料理 韩国人吃炸酱面一般会搭配糖醋肉 因为使用的是甜面酱 所以炸酱面吃起来 也有着非常特殊的风味 面条富有弹性 第五名 烤肉 那韩国烤肉是冬天的最佳美食之一 在韩国有很多人 会将生菜和紫薯叶包裹烤肉一起吃下去 烤肉是将牛肉或猪肉 放进油大酱蜂蜜或糖 大葱 蒜 芝麻 盐 胡椒粉等做成的调味里 蒸泡之后 烤成的料理 味美香甜 是大家最为喜爱的韩国代表肉类料理之一 那除了牛肉 韩国人也很爱烤五花肉 韩国 作为全世界五花肉消费最多的国家 五花肉的消费量已经到了国内供不应求 需要海外大量进口的程度 那一般上 大家会把五花肉放在铁盘上烤得脆脆的 然后用生菜包着吃 这是韩国肉类料理中最普遍的一种 那食用时配上一杯烧酒 味道更是绝绝子 第四名 部队锅 那部队锅的由来是因为以前物质短缺 那食物并不充足 当时并没有新鲜的肉类可以食用 因此就将部队里常见的午餐肉啊 香肠 火腿 再加入其他食材 做成现在大家所称的部队锅 部队锅就像韩式的火锅 那汤头特别浓郁 配饭或配上方便面都非常好吃哦 第三名 韩定食 宫中饮食 那宫中饮食是由一流的料理师经过数时代的秘诀 反复研究而制作的料理 韩定食及健康和美味于一体 是色香味俱全的韩国饮食文化最高汇总 那宫中饮食在宫中宴会时流传给贵族们的 又由贵族们将其传给一般平民 那于此给韩国饮食文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韩定食指的不是一道独特的菜 而是多种菜的一种集合 有各种不同的菜式以及小菜 饭后甜点等结合在一起 那菜色丰富 能从汇总体会到韩国的传统饮食文化 韩定食一般都是大小碟碗 摆满整个餐座 红黄白绿各种颜色 搭配从视觉上就能马上提升食欲 菜品分量少 种类多 让人感觉很精致 可在一顿餐中品尝多种韩国美味 第二名 拌饭 那与泡菜一同被列为韩国代表饮食的拌饭 作为韩国最高传统饮食 是在白米饭上拌上炒肉 各种各样的青菜 与辣椒酱或调料等一起拌着吃 不仅可口且有益健康 食锅拌饭源自于韩国泉州 最初是将骨米饭以及多种蔬菜和肉类放进食锅中 那店家会加入自己特制的韩国拌饭酱 并在最上层放入一颗生蛋黄 那另外韩国的生牛肉拌饭也非常出名 是韩国人最喜欢的传统美食之一哦 第一名 泡菜 那这具韩国代表性的美食 非泡菜莫属了 泡菜是韩国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发酵食品 那在关注饮食健康的当今 不仅在韩国 在其他许多国家 泡菜已成为了大众化饮食 那最为熟知的泡菜 是用红辣椒为材料制作的辣白菜 但实际上泡菜的种类多达数十种 另外还有利用泡菜制作的泡菜汤 泡菜饼 泡菜炒饭等许多料理 韩国泡菜似乎成为了与世界接溃的美食 不仅仅是在当地吃 有些人还把它当成伴手礼呢 那以上介绍的美食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道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不过如果你有机会到访韩国的话 一定要尝玩以上十种美食 绝对不要错过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帮忙按赞 分享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让我们继续带您盘点更多的亚洲之最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